大家明白不明白 其实你不要只看白生 谢伟俊 白谢伟俊为什么这么什么呢 是不是他不睡炒呢 是不是 私怨呢 诸如此类 特地出来折折 阿超不是的 是不是 有心的 是不是真的害怕呢 当然不是 他知道花火不能够告他 我都知道我是花火 不过一般人是这样 三名成虎 你又说危险 每个人都说危险 接着拿着字面 煽动种族仇恨 你如果读法一年半就读到的 是古文来的 是古文来的 英国读法里面是英国的古文 早就不用了 现在用什么公司 安全保障这些观念 重新定义过了 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写 抄了过来 然后他的意思就是 以前就是签华你离开英女王的忠诚 是不是 那就已经是了 就是叛国了 叛离了 这样 那个观念是很阔的以前 现代社会当然希望清楚很多 人家做就清楚了 香港就不是 继续抄 抄都不要紧 那么我们跟回他的逻辑 以往做开怎样 告到不告到 大家基本上都跟着就可以了 做开是这样 暂时是这样 更一步恶化就没得说了 比如有追索性了 这个事实了 已经有我来的 好了 下一个话题了 这个就是联合国六个专家 我是不想说的 因为我看到我Facebook有follow了政府的新闻处 金融时报说完东西了 彭博说完东西了 于是政府又指控他 英国外商说完东西了 是不是阿超那些 阿小强那些 永远都是说人家入心不良 险恶 其心可诛 抹黑 永远都是用这些字眼 反驳人家 人家指香港政府立法 是不是 现在联合国最新是联合国六个专家 不是说你香港政府立法不对 写信给北京 当然北京一定会说我们是合理的 诸如此类的 但是麻烦小强你不要带到写信我两个闹构的人 有人险恶 其心可诛 其实呢 其实呢 上个星期呢 联合国已经派了张国军去 赫典前派律政司司长 前副律政司司长 那又是读什么呢 人权理事会五十五届出而此类 但是呢 在不同的场合 大家记得有这些 我也不认读他的 因为他也是读官方的 我们写了 写了就是了 我们写了人权公佑 你不跟着 最简单的了 其实 经常说 你们有这些法例 别人是针对恐怖襲击 针对不同的 context 是有这样的 抓了人不放人 诸如此类 别人有实例 还有就是别人的国民没有觉得有问题 我们为什么觉得有问题 我们看到这些香港的李家超 林兵强 是 这些警察很有问题 做事 我们已经在恐惧之中了 已经 你还加权给他 跟着很不公道 人家叫他口号 你判人五年监 已经捱了三年了 不行 现在加刑给他 今早才看到一段 看见这些不想引用他 罵了个废话 谭慧珠出来 我一直都有的了 一直都有的 谭慧珠你叫做大律师 你没有听过 你看到我放在前面 大家应该听过 以前有这个条文不用 你知道 证监会是24小条交收 大家听过 证捐 当年打大岸的时候突然间 每天都要24小条买股票交收 但是你包空了 你去找股票回来卖给人 那你是24小条要搞定的 明天就要给到股票的人了 但是很多时候都找不及了 习惯上已经是三天四天周末 起码给他几天 当年打完大岸 立刻就说 你抛空 现在升了 你快点卖股票 怎么知道 等三天我找到 结果都找到股票还给你 就是去别的地方借股票 诸如此类 跟着的条例就不是 24小时 立刻就说我要跟回24小时 但是不行 不好意思 你做开三天就三天了 如果你两天前说明了 今次一定是24小时都还好 你不要说到 我继续买卖 突然你说不行 我要跟24小时不行 监狱条例就是一向你都可以不能放它 但是你一向都可以放 就是够三分二的行为良好 而这个是一个政策 这个是法律的一部分 你谈话诚知不知道什么是普通法 普通法就是习惯法 你听不过没有 你不可以今天我习惯捐 你习惯捐捐 不可以 你要好一段时间给别人適应 还要通知人清清楚楚 你不是突然间改游戏规则 是不是 改了就针对 不给了 你说今天以后 都是这样的 那你47人都应该被3分1减刑 不会了 是不是 我看到这些 但是你又不可以针对47人 所以还是针对马俊文 小孩子没有彩 再做一些那些判員就放了 你不抓回去吗 延洛先键在家里看到放了真是这么幸运 朱慧盈那个小妹妹 本来说要要要 我坐牢 快点坐完 为什么这么厉害 坐完放了就没抓人进去 如果他辞过越南家产了 不是啊 你要坐捉 坐多一年而已 这也是混蛋 是不是 突然间改由去规则 这些我里面讲了 我也讲了 英国外商也讲了 人员监察那些也讲了 这些是追索性嘛 突然间那天追上了 这些是原则而已 很简单 你谭慧珠出来说什么呢 当然啦 你这个肥潮 我不用了 林康正这个臭什么 太多事了 右脑就贱这个东西 不要理他了 但是没用的 我们先骂他 六个专家骂你 联合国六个专家骂你 不是骂你香港政府 写给北京 喂 你解解北京 这件事很厉害的 现在你批评香港政府的香港政府 你批评我 我叫小强出吧 小强出吧 又抄 欺费无耻 险我 是不是? 用心可诸 双重标准 是不是? 你们有 我们有 你有这些法律 我有这些法律 为什么你们不可以 我问你 很简单 我问你 第一 人家有民主 已经说没有民主 没有民主 我们一向都是这样 一向不是这样 肖国旗开头是守行为 一向就变错了 人家肖国旗不用坐牢 你肖国就坐牢 你不可以肖国旗拿着香港独立国就是独立的 復之旗这样 说句口号就叫两句了 那就五年了 人家是不是这样 人家是不是这样 人家是有这些法律 分裂国家可以终身监禁 但是人家不会说叫句口号就几年了 几天就算了 坐几天就算了 他都不肯了 是不是? 叫了又不是真的独立了 说你这样嚴刑进发 人家不是这样跟着的 不是这样用的 所以你侵犯人权 人家就OK了 人家是合理的 合理地克制某些不好的行为而已 人家的制度 不要说是人家 所以说将冠理大 就是这样 我们都明白 说是中文挺好的 将冠理大 人家是这样跟你不同 所以团立国人权专家 你不要管他 有他 遲些就没事了 我也是奇怪的 他急急通过的时候 我都讲了 为你来一点点 有时候这些事情 如果你一年半载咨询 到时他不出声 到你过了他就没得 他讲完讲静了 博完博静了 开几万个元套都不要紧了 长期撑了 二十几年都等了 突然快要打针 为什么二十几年都等了 你不等那时候呢 等多三个月都好了 很多理由的 我觉得和47条 即47人案 黎智英案 这些要快不了断他 是有必然关系的 旧的国安法是有必然关系的 而且呢 我的分析了 他们因为和我们谈好了 和美国主要是美国国务院摸了杯底谈好了 但是其他那些不理你 欧盟那些不理你 人家谁知道你秘密外交做了什么 所以美国佬是很契弟的 飞了别人 人家的人原来做开事的 他自己 带我来谈好了 你不要撞菲律宾的船 我不在这时候开钱 谈好了 他就算了 不理了 但是他不理 其他人继续理 联合国理你 现在的问题在这里 联合国出声 现在呢 星期五 星期日前一天 真是好的 他做一天都免得 免得你停的 你过吧 过了之后 你已经过了 现在人家不断追你 你是不是改转了 他有权的 叫你 可以的 改回去吧 那你改回去 叫阿超改回去 没得改 阿超加了一些烂在这里 阿超和阿强 最后还塞了一些东西 加了一些权给自己 44天 不通知 接着说 美国也有啊 什么 大哥 关头楼摸人家 911那些恐怖分子才关了他们 不审判 我们是恐怖分子 香港人小朋友喊 口号 你就这样关了人两个星期 切发招找证据 结果都找不到 自己无能找不到证据 我经常说 北京人狗狗狗跟了他 很危险啊 现在都好的 你定了 你的形势定了 你已经立了 现在你就没得遮 没得挡 人家就开始射箭了 不断射了 你说好 我们一起挡住他 走个白謝韦俊出来 我说不是啊 我也很害怕 哎呀 我也很害怕 是不是玩东西啊 你的謝韦俊 解决是玩你的 怎样玩你呢 这些就走了 我经常觉得就是这样 所以有些人不要生气 或者不要奇怪 这么怪啊 明明这个 这个建制突然做到民主派的 不出奇啊 当然有他的理由 六名专家 这个分别是促进和保护意见 表达自由的特别专员 特别报告员 Eran Kent 这些应该是印巴的 联合国家用权特别报告专员 Farida Seed 联合国和平集会 结社自由特别报告员 Kelman Nassatovall 联合国人权行为特别报告员 Mayla Lolo 联合国法官和律师独立特别性报告员 Mayla Lolo 联合国人权行为特别报告员 哇 这么多位啊 联合国人权行为特别报告员 联合国反恐与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 Ben Soll 这班张一主严重不恨不当地限制人权自由 和这两条公约世界人权宣言不服 限制言论自由集会免于任意拘留自由 免于任意拘留自由公平审判权力 迁律自由 隐私权 公共事务的参与权 学术之后全部中齐 严重影响公民社会的生活 要求港府 但他们不是要求香港政府 要求北京督促香港政府 重新审视条例 就是叫你醒醒它 那你久一点就好了 你可以吵架它嘛 哇 我咨询了半年 一年你都不离信 现在突然说我不行 现在你真的通过了几天 赶不及了嘛 他上次上个星期五 最后一刻给了空信你呢 他是找一个专员出来 其中一个而已 是吧 人权高级专员 这个Woka Turk发表声明 这么重要立法 对人权这么大影响 没有涉底审议 有意义的资讯就通过 句句都中了 人家不会多余的 不是像邓炳强这样的人 永远就是其心可诛 用心掩诺 未经涉底审议 有意义的资讯通过 这个是香港人权的倒退 他就是咬着你一容 为什么你这么快 那你不知道 我就是要快 我已经分析到了 猜到了 他跟拜登谈好了 不会制裁 机会难得嘛 最怕 是吧 于是我们很勇敢 这如此类啊 80个议员背后告诉他 没事的了 行的了 你相信我吧 都要相信他 信不信了 他谈好了 美国你真是看他 契弟啊 拜登也不是契弟 是什么 没有啦 这个大哥你不跟 拜登就是 欧盟不理你嘛 联合国不理你嘛 你真的通过了 他们不会和拜登 就是帮拜登互航嘛 拜登通过我们也没所谓了 我不是啊 我们是专员啊 联合国的代表欧盟 就吵架你了 是吧 现在又纷纷吵架你了 我等着小强又有写信去联合国吵架这六个专员吧 针对异见声音 会令到这些模糊 令人不安 二十三条可能被濫用 可能嘛 一定对的 包括针对记者 研究我们这些 民间社会行动者 人权维会者 我们这些 民间社会 我真的算是这样的啦 阿超 你真的要多谢我啦 是吧 我经常说不怕 其实是帮了你 是吧 但我不能够排除其他人 怕的嘛 我也没有排除你 你突然不高应的时候 轮到你啦 你收爹啦 我都要收的啦 我真的收的啦 是吧 我没什么信心 我撑 你以为我是坚叔 坚叔又在JR我没那么多闲钱做这些事情 是吧 现在就是这样啦 最新的过程就是你在水中央已经过了 你已经收不回了 现在就是六个专员突然出了个声明 就是这个最新的 今早周四上去11点的支援 大家知道 就是23条 六个联合国专家联署批评它违反人权 就是连联合国都是境外势力合作 阿超 你怎么解乱呢 你应该呢 授权呢 看看香港还有哪些人权律师 还没走啊 平时不出声那些 还有些的 还有我这些人权学者还在 陈文品走了 还有个黄岸然在那儿都叫做教过人权 组合个人权组织出来负责 评论监察 是吧 诸如此类 等我去联合国 当然我去吵架你了 一定程度 是吧 人家就会觉得对了 现在不是啊 现在还有人敢出来说人权 有哪间大学想开人权课程 找我来讲几堂 通识 要的 是不是啊 不是只是讲国安 讲通识人权 人权不是法律的一部分吗 黄狗 不敢 是吧 摆明是啦 有没有有意义的人权组织呢 我参加那两档走了 他们怕而已 是吧 那你就等其他人做过一些人权组织呢 我逢有示威 是吧 写文言示威啦 阿伯你来啦 你带着这些人权的 年轻人好老人好 总之找几个认识的人 做了个监察机构 监察组织出来看着这个场子 你邀请我 是吧 我就考虑 我无所谓 做义工而已 不收钱的这件事 绝对不收钱 撤了车费两元而已 无所谓 来监察人权 是吧 你不肯啊 是 那你怎样能够告诉人 我继续啊 以前周街都人权组织 是吧 周街都人出来监察这样 那样示威 现在什么都没了 这是事实 是吧 你过了23条 更加没人罪 是吧 究竟这个是阿超的责任 还是北京的责任呢 不知道的 我不知道 总之你们两兄弟搞定他 现在的形势是这样的 在水中央人出来吵架你 说你呢 今天六个专家 我说继续看 是吧 你已经立了法 你不能收回 还有啊 还搞马俊文 这些话题不完 是你而已 不是我而已 我想完的 说一下这个 银发什么茶餐厅 朱柱呢 明天说 明天说